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这个是阳性反应就对了 对 它在有这个细胞膜表面有这个接受体 所以就称之为HER2阳性的乳癌 那这一群的病人我们一般怎么把它分期 我们只要是第一期第二期甚至到第三期的3A 都可以定义在所谓的早期乳癌 那除非到后期的话晚期就是所谓的3B之后 甚至到第四期才称之为晚期乳癌 那也就是说在3B那里有一条线就对了 那条线的标准是什么 最主要第一个还是要看肿瘤的大小 那第二个是淋巴扩散的多刮 所以这里我们有界定一下早期 有两种选择对不对 它现在治疗方式 一个是看肿瘤的大小 一个是有没有侵犯淋巴 所以针对早期的乳癌 如果说这个肿瘤比较大 或是它的淋巴有扩散转移 我们当然可以考虑两种方式 一个是先接受药物治疗 就是给单标靶或是双标靶 那接下来再进行手术 这个叫术前的辅助治疗 那第二种类型是 也可以选择先手术 那手术完了以后 再按照它的这个病理报告 接受标准的单标靶或是双标靶 那这个部分当然会接受一些化学治疗 那完成一整年的一个药物治疗的疗程 有的研究当然是尽量能够拿掉化疗为主 不过如果比较标准的治疗方式 我们还是会建议要把化疗放进来 因为这样子确实是比较可以降低 它未来复发的一个风险 但感觉上第一个好像比较好 因为你等于可以缩小肿瘤 而且你还有机会保留乳房 所以秦永这样讲真的非常精确 因为现阶段我们在特别HER2的 这个早期的乳癌 接受术前辅助治疗 已经快要变成我们所谓的标准的疗法 所以除了上面提到三个好处 缩小肿瘤降低级别 或是争取乳房保留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药物 对这个癌细胞治疗的效果好还是不好 如果治疗的效果好 现在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肿瘤完全缓解 英文叫PCR 这个代表这个患者他将来几乎复发的几率就会降得非常非常的低 那如果反应不好 反应不好也不用担心 手术后现在也有术后的辅助治疗 那也是接受标靶药物的治疗 可以降低患者将来一个复发的几率 那如果是复发转移的病人 还是一样又是单或双标靶在家化疗 感觉上跟早期也是差不多 我听来听去就是标靶 是这个概念吗 是这样没错 那这些喝吐的病人不管在早期或是在晚期 只要也有接受这个标靶药物的治疗 他将来所有的不管是转移 就是要看将来的一个存活期 那或是早期是看复发的一个风险 有接受标靶药物治疗 复发风险都大大的降低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标准的一个治疗 但是呢我们这个图上面还画了两个钱的记号 请问这是代表什么 没有健保给付的意思吗 这个当然健保他还是会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来给付这样的一个药物 哪一个部分要自费 还是全部都自费 目前有一些健保没有给付的条件 对大宗的在早期乳癌就是没有淋巴转移 就没有办法接受健保的给付 不管他肿瘤多大 不管肿瘤多大 就只要你还在乳房这个位置 没有侵犯出去到淋巴 那么那个部分应该医生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 手术前就要接受单双标靶的治疗 但那一段因为你没有转移所以健保不给付 就不给付 如果是他是选择走手术后 然后自己在单双标靶的也要自给付钱 这时候就会看如果病理报告一样 并没有产生淋巴的转移的话 那也会走入这个需要自费的部分 也就是早期总而言之 只要没有侵犯淋巴 你要用就要自己花钱 是这样没错 那复发转移总要健保给付 为什么这边又花一个 出现钱 对大宗 它有个条件就是它只给付在第一线 就是一开始复发转移 你第一次的治疗健保会给付你 可是如果你进入到了第二线 很多病人因为不符合健保的条文的规范 所以也不一定可以使用得到 那所以超出一线以后 就是第二线之后 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病人还是需要治疗 而且这个标靶药对它来讲还是很需要 但是是没有健保给付 所以就必须得自费 而且我看这里还写着需长期使用 对这个药物就是 因为它实在是太有效了 所以有效的话就必须要长期的来 来使用这个标靶药物 如果这个HER2大部分是用打针 所以病人可能定期都要回来打这个标靶药 一年要打几次 一年标准大概是打到18次 三周一次 可以大概问一下现在多少钱吗 以目前如果只有单标靶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是大概七八十万 双标靶 是Double 双标靶加进来就Double了 哇那也就是一鸟一百多万 而且还得一直用 是的 哇那经济负担真的挺重的 真的真的 如何减缓经济负担的选择 商业保险药厂支持方案 还有一个生物相似药 第一个商业保险我大概能理解 这个很多人都会做 药厂支持方案这个可能要医师协助 对吧 是没错现在其实在各个不同的药厂 他们都会将相关的资讯 不管是提供给我们的乳癌团队或是各管师 我们都会主动 主动跟患者说 其实这个药因为需要自费的关系 我们有一些药厂的支持方案 那可以减轻病人的负担 那这里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万一你都不符合 然后你之前也没做商业保险 这个叫做生物相似药 这个可就是很多的朋友们 从来没有听过的名词了 是没错 所以曾医师 什么是生物相似药 我们可以看这里 那提到说在原开发厂 大概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药物 一个叫做小分子药物 一个叫大分子的药物 小分子就是一般的化学式组成的药物 你是说类似像我们现在吃什么 普拿藤 味药 普拿藤 味药那些都是 化学成分合成的 对 化学成分加一些复行剂 就变成一个药物出来 那大分子呢 大分子称之为生物质剂 它讲最白话 大家懂的 就是它是蛋白质 它就是一群蛋白质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生物质剂 那蛋白质它就相对的 跟这个化学式来比 它的分子就比较大 所以才称之为大分子的药物 那当然这些药物 因为开发很花钱 所以我们所有的药物 都会有它的专利期 在这个专利期过了之后 各个其他的药厂 就可以开始生产 如果是小分子的化学药 其他药厂生产出来的 就叫做血民药 那如果是大分子的药物 就由其他的药厂 不是原开发厂所发展出来的药 就称之为生物相似药 生物相似药跟所谓原厂的生物质剂 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就安全性来讲 这两个药物它都有做过临床试验 所以不是一开始就用在人体上 它一定从前面 从细胞开始 然后从小老鼠 小鼠的试验开始 然后最后才到大型的临床试验 也是用人体做临床试验 那都有得到它的安全性 就叫起刚来就对了 那第二个大家会讨论的 就是疗效的部分 因为大家会担心说 我们是不是只有原厂的药 比较有效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用到了这个生物相似药 就没有效果 获得打折 就这个来看 它过去的 不管是看临床试验的结果 都告诉我们 它其实的疗效 跟原开发厂 其实效果疗效 疗效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并没有说比较差 那其实就定义上来讲 生物相似药的疗效 也不能够比 生物质剂来得好 因为来得好 我们的定义就不对了 就变成一个新药了 所以它一定要在一个 符合这个条件的区间里面 生物相似药才可以 跟这个生物质剂来做一个相比 第三个接续的讨论 就是这个药物的适应症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来使用 你们医生常讲适应症 到底什么意思 讲白话 就是这个病人 可不可以用这个药 我们不能够天马行空去想 想说你这个长得很像乳癌 我就所有的乳癌的药都拿来用 这个不行的 所以像这里提到说 新的适应症是例如什么 例如说像HER2的类型 它如果是早期乳癌 需要做术前辅助治疗 我们针对术前辅助治疗 就要做一个临床试验 那针对晚期转移的乳癌 也要针对这个适应症 来做一个临床试验 不能说你就是HER2 什么状况我都能用 都用不行 这样生物质剂是 它每一项适应症 都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但是到了生物相似性药 它就没有针对每一项的适应症 去做大规模临床试验 那请问这个对我们的病人 这样的差别有差吗 它在定义这个 什么是生物相似药的时候 它就特别给它的一个叫做 适应症外推的一个条件 因为生物相似药 如果它再回头来做 这么多的适应症的话 它真正进到市场 可以来使用的时间 可能会一直往后延 或甚至说它必须 花太多的费用 所以它给予了这个适应症外推 生物相似药就可以 不需要做到这么多临床试验 有人就会问说 你都没有做临床试验 怎么知道这个是可不可行 它就是原本的开发厂的 一个相似的一个药物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新的功能出来 它也没有新的疗效 它就是要跟原本的药物 产生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副作用 那在都一样的情况底下 它的适应症相对的也是都可以一样 所以才会给予所谓的适应症 外推的一个效果 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不是我们病人要担心 对不用 因为这应该是专家要管的事情 不是我们就对了 政府会要负责 我觉得病人要管的是这一块 费用对不对 因为这里画了三个钞票在跑 这里画两个 所以代表的是生物质疾 跟生物相似性药 现在在临床上 如果病人要支费 大概价差多少 就费用上来讲 大概就像上面所述 大概七折到八折的一个费用 所以我们就要问很多 跟生物相似药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是 现在我知道有生物相似药 我可不可以换 所以这个生物相似药的使用时机 是什么时候比较好 建议从医而终比较好 所以就一开始用什么 接续着用什么药 当然很多时候 可能一开始 是使用原开发厂的药物 但是因为治疗的时间 长了 所以后续的压力越来越重 那在这样的情况 可不可以介入所谓的中途换药 在临床试验来看 确实有这样的资料 证实说还是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还是必须跟医疗团队 好好的来评估 所以曾医师 您在实际的治疗临床上面 真的已经都开始用生物相似药了吗 是的 在我们医院已经使用生物相似药 大概两年的时间了 那到底病人的反应如何 我们第一个要注重的 还是病人的副作用 我们不希望它的副作用 会比原开发厂的生物制剂来说 有更多的副作用 然后就观察下来 其实是并没有一些更多 或是更新 我们没看过的副作用 然后效果 其实术前辅助治疗 我们有很多病人 接受了生物相似药 肿瘤也达到完全缓解 就是开刀的时候 肿瘤都不见了 在我们统计的比率差不多快一半的病人 那到刚刚提到第四期 跟这个双标靶一起并用的情况底下 药物在这个疾病的控制度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在疗效上 并没有说更差 那你说有没有比较好 这个生物相似药的作用就不是要比较好 就是要跟原开发的药 原开发厂的药物得到相当的效果 相当的效果 但是荷包不太一样 对 没错 价钱不一样 是 没错 好 不过呢 不管是用哪一种药 都要跟医生保持密切的沟通跟联系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在这个部分 您会建议病人怎么做 第一点当然一定要了解自己在用 是什么药物 那第二点就是针对途中需不需要来换药 所以必须跟医疗团队来做一个讨论 会比较好 那第三个就是讲到副作用 如果一旦使用这个药物 产生一些新的副作用 或是不舒服的任何的感觉 都必须要跟医疗团队来提出 那当然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永远跟你的医疗团队保持密切的沟通 那这样子才可以在整个疗程中 可以完整的做好治疗 所以这个生物相似要提供给大家其他的选择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曾医师来跟我们做说明 谢谢 谢谢金融 谢谢各位 欢迎您可以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乳癌攻略 帮助您在跟医生沟通治疗的过程当中不卡关 那么同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打电话到 癌症希望基金会的免费咨询专线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为我们按赞开启小铃铛 抗癌攻略与您一起携手抗癌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